这丁末末是你女朋友吧 还 还不是 还不是 我就知道快事了 要不然你小子 不会大老爷跑这一趟 剧本剧本 一剧之本 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约编剧谈剧本 他人不赖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我不瞒你说 你看我在干什么 读剧本 我连家都不回 找个地方清清静静地读 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约了半天 等了两个小时 人不来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你应该生气 老师 我要是你 我也绝对跟这个丁末末生气 你说他怎么就不来呢 二十岁出头 就能犯这样的错误 也是 毕竟二十出头 我希望您能理解他 二十岁绝不是讲 坦率地说 剧本写得不错 但是你不能说 因为你有才华 你 你这也太不简单了吧 没错 这一点 我绝对支持你老师 我绝对回去 好好教育教育 这丁末末 你说他办事确实不同 太感情用事了 但是老师我又觉得吧 您那么有肚量 大人不计较 别跟他计较了 我去 我问你 丛阳 这丁末末是你女朋友吧 还 还不是 还不是 我就知道快事了 要不然你小子 不会大老爷跑这一趟 还有我听说 这是江业的闺女是吧 我就知道啊 小伙子我提醒你一句 千万不要被这种 所谓的新二代的光环给骗了 他们从小生长在这儿 他们觉着自己天生 就是这行里的人 他们觉着他们有仗势 毛病多得很 我告诉你 不是 老师 你 你 你不了解丁末末 你知道 你要是真的了解他的话 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其实他真的不是你口中 说的那种新二代 行 你瞧 我刚说了一句你就坐不住了 你是真的误会他了 湛老师 你把手给我一下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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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诚恳地代表话剧团 代表这个丁末末 向您道歉 真的 希望您能够 重新跟话剧团 结洽剧本 说心里话 剧本确实写得还不错 您一定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请吧 赶紧跟他约 再谈一会 您答应了 赶紧让助理打电话 太好了 老师 我跟你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 你先行行行 你先别高兴 我跟你 你带剧本了吗 剧本 没带啊 拿开 干吗呀 对词 干吗呀 老师 这个剧本里面 所有的片段 所有的词 我都背误了 随便演哪一段我都可以 不需要看 张嘴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作为我的父亲 难道这不是应该的吗 为什么 你说话呀